執行長祖克伯在6月底池 隔空轎站說要來場 綜合格鬥的鐵龍站 現在都一個多月了 到底鐵龍格鬥 還有沒有下文 要請慧云帶大家了解 好 還有沒有下文呢 因為現在大家在等待說 到底什麼時候 還真的要有這個鐵龍格鬥站 來一場馬祖大戰 這個馬指的是 執行長馬斯克 另外祖當然就指的是 Meta執行長祖克伯了 那麼現在我們來看到這件事情 就是說這個祖克伯這一邊 他是一直說他自己準備好了 事實上他還在這個threat上面 來發布了一條最新的訊息 說他I'm ready 就是說他自己已經準備好了 還說我早在之前 就已經喊說8月26號可以來打 那就要看說 這個馬斯克要不要接下站鐵 那馬斯克這一方 他也很簡短的回應 還說他現在每天 雖然都沒有空去運動 但是他在辦公室的時候 都是不忘拿起啞鈴練習舉重的 還說不過他有說自己 這個頸跟背部可能有些問題 要先來進行這個MRI的檢查 之後才看要不要開刀 所以變成說 現在這個格鬥戰的日期 好像馬斯克開刀 這個是一個變數了 但是儘管如此 馬斯克似乎是很確定 一定要打的 因為他自己還說 他可以透過他的推特 就是收過推特現在改名叫做X 要用這個X上面的平台 Video來直播 全程的直播 而且所有關於這場比賽的收益 還都會捐給退伍軍人的 此事的機構 好 另外美國國會之前通過了 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首批協定實施法案 白宮也在7號下午宣布說 法案已經獲得了美國總統拜登簽署生效 這項法案將聚焦在什麼議題上呢 我們再持續交給惠雲 好 顧名思義 你可以看到這個美台之間的貿易倡議實施法案 那當然談的就是美國跟台灣之間的貿易跟關物 要來如何的更加的便捷 那這項法案已經討論了一年多 到現在為止已經算是正式的簽署生效了 拜登是最新的簽署 但是他同時也表達說 這個法案雖然主要先是聚焦在五個大項 包含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關物跟貿易行政方面的便捷作業 還有就是在良好的法制作業以及服務業方面 還有反貪腐跟中小企業資深聚焦在這五項大項來實施 但是他有說其實這個法案裡面呢 有些細項的規定是有違憲的疑慮的 他有舉例說在法案的第七節的規定 這邊事實上呢有包含講到說 像是說這個美國的貿易代表署 在跟境外的夥伴進行了貿易協商談判的時候 必須還要將這個談判的文本交給國會來審理 而且在國會的審閱期間呢 這個美國的貿易代表署是不可以來向 談判的另外一方 也就是他們的境外夥伴來進行任何的討論的 所以他認為說這個規定事實上有侵害到 他的行政部門的執行的權利 所以拜登政府的做法是說 他們會把這一條就認為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 所以在儘管有些細項規定上面是有違憲疑慮的 但是拜登還是簽署了 那麼行政院的政務委員鄧正中也表示說 接下來的下一階段可能會聚焦在環保 還有勞工以及農業的議題上面 但是什麼時候可以開始談就要看美方的動作了 主播 好 謝謝惠雲帶我們掌握國際的最新消息 好 我們再來關心到烏二戰爭 烏克蘭當局在今天表示 俄羅斯再度發射飛彈攻擊烏東的城市 造成了至少五人死亡 詳細的狀況我們連線 國際中心記者張正安 是的主播 畫面上您可以看到 住宅大樓外到處都是瓦力碎片 還時不時有大塊牆面掉落下來 一些區域的火勢則持續燃燒 濃煙瀰漫 烏克蘭當局今天表示 俄軍發射了兩枚飛彈攻擊烏克蘭東部城市 波克羅夫斯克 其中包含公寓大樓遇襲 造成至少五人死亡 31人受傷 那這座城市位在俄羅斯掌控的 對內茨克西北方大約70公里處 距離戰場前線大約50公里 不止這裡 南部大城赫爾松 和東北部哈爾科夫邊境地區 都遭遇俄軍濫炸 在這兩個區域造成至少三人死亡 為了防範二軍飛彈 以及繼續反攻作戰 烏克蘭總統澤勒斯基表示 烏克蘭持續增加生產彈藥 不過普京也不甘失落 下令增加攻擊無人機的產量 然而就在同時根據CNN報導 美國將提供的第一批M1A1 艾伯蘭坦克 已經在上週末獲准移交 這批坦克預計將在9月初 運抵烏克蘭 以上是為你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沒有耗制的巷口最危險 花蓮這裡就有左轉騎士 跟執行機車碰撞 其中一名騎士 傷勢嚴重 另外寒暑假變常識趨勢嗎 繼台大系統三校之後 台北大學也變成一學期 只上課16週 馬上回來 音楽 她呢 山頭 3 2 1 1 其類電視42班 每週一直週五晚上8點 女兵預計 永遠放森 美玲呢 美玲只是擔心中山被粉絲糾纏 先送她回家 等一下就來了 開心嗎 Surprise 你就是我們的新經紀人 美玲的個性實在是太單純了 孩兒不要走你一拳 還是需要經驗豐富的老前輩幫忙才行 經驗豐富的老前輩 恭喜保鏢 我是美玲